向我人天生根本都不可意愛死身邊的一個 無奈你罪咎刺激我凡事也知道我 嘩嘩,我日聽夜聽BOYS的歌 等了十六年的紅館show 最終都要泡湯,真是好傷心呀 其實傷心的何止是我呀 我想最傷一定是張志恒的好拍檔關志斌 因為Steven一腳踏五船的關係 搞到演唱會被迫擱置 一正未有對事件作出回應的Steven 原本就和Kenny在布吉拍攝演唱會宣傳片 不過出事之後,竟然著草潛逃 令到無辜的Kenny叫月仰拍片執訴週史呀 本來我是想和我拍檔施藝芬去 大家了解整件事才去講 但他昨晚突然間離開了這裡 所以我也無法聯絡他 其後Kenny還越說越激動 不禁留下藍而淚 而這個神跡除了天主給我之外 也是你們給我們 因為你們不停在網上集氣 告訴BOYS開演唱會 告訴BOYS去做一個show 而這件事很神跡地發生了 所以我在這件事裏面 我很多人其實無論成功與否做到都好 有很多人都要好好地感謝 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是 我等了一個十幾年的一個願望 一個夢想 我們BOYS這個演唱會 會暫時擱置了 雖然我是很不開心 亦都覺得一個很大的遺憾 而Steven 他是我的好好的兄弟 亦是我的好好的手足 而我都相信他 會為了自己的行為 負上一個男人應有的責任 除了Kenny幫你不幫親之外 張志恒內地後援會 都在微博宣布和他割席 還說後會無期 其實不少人對Kenny紅館夢想都好同情 有網民留言 除了叫他單人開show之外 又提議他和雙敬軒合組雙敬余賓演唱會 這樣Kenny就不想哭得那麼慘了